報告委員會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交通組織質詢 第一位請鄭保清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請院長跟交通部部長好嗎 請蘇院長 交通部林部長 院長跟部長辛苦喔 委員你好 今天做得很出色 大家泡泡河陸又鹹發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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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倆的辛苦 我想要先請問部長 江部長 我們的地商航道 航空城的部分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動過 預計 我們目前努力 希望在第四季 第四季打算動工 我們希望能夠加快速度 時間可以換金錢 金錢換不到時間 用生命可以換金錢 但是金錢從來換不到生命 好 第二位請教 鐵路地下化 台灣的鐵路地下本來是高價 結果所有工程為了地下化再停工 這個沒有什麼道理 為什麼 因為本來他不管地下化高價化 他的軌道都是要牽到替代道路去 就是要把它刷在旁邊 再做高價做地下 那我請問一下部長 這個高價變地下 那麼這個大概千里軌道的時間 什麼時候可以繼續開工 當然我們希望是在今年內 今年內大概幾月份可以開工 當然我們現在都很希望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在做的事情 趕快給他開工 表示我們的沒有因為我們改地下化造成工程的延宕 這我相信我們大家比較記得 會不會在第三季就開始開工 報告一下這個要非常努力 但是動工的部分我們來努力 其實現在鐵路地下化中立的先導工程已經開工了 對不對 不可能我要做地下一站 我第一站不需要做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第三季之前能夠地下化開始施工 好嗎 好 好 謝謝 醫長你看 你用這個部長不知道對 你看這麼多做工程 衰說衰要做 你看 來 醫長我問一下 你們不是有召開國安會議 我們看到這是發育 表示我們的國安動起來 因為很多人夾著民主之名 夾著言論自由之名 造成國家很大的危險和危機 我們知道這個 我看到你們這個所謂的七項指導綱領裡面 反制中國的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這東西我看到最重要的是 我們很多媒體 現在中國在打我們 在恐嚇我們文攻武嚇的同時 他不但不去凌記台灣人的共識 甚至在媒體上幫他做廣告 甚至誇大他們的戰力 就是這樣簡單說 掌敵國志氣 滅自己的威風 更離譜的是 你在這裡這孫 欸 在那黨的委員 明明知道你說 拿著最後一根掃爪也要給他拚 對不對 他現在跟你說你這是義兒團 一定你知道嗎 知道 知道 這就是條工的嘛 那不是 對不對 這就看出來說 有的人 都 這樣角度不一樣 看起來就不一樣 這不是角度 我覺得他在 在求台灣人 出賣台灣 這比較要緊 這比較要緊 我看網路上 有一個爸爸問他 他說 這樣說什麼意思 連人怕國中生就知道 這是要表示抗敵的決心 對對對 打到一兵一竹 甚至只有掃爪也要跟你抵抗 是啦 有一個網路上 他們爸爸秀說 就這就是他問他 他 國中生 說 這句話的意思 是 要展示決心 還是要掃爪抗敵 對 結果 人家嚇一人 就知道 國中生 他就知道 是 他明明告訴你 你耍大刀 明明說你抗敵的決心 對不對 我想這 這會屬實一點 這個 手法很多 角度很多 但是一定要站在台灣人的立場 要守護這塊土地 這就是架槓的核心價值 是啦 美國像民主黨 共和黨 兩黨競爭之類 但 對外 態度都是一致的 對 我在想 這個 土地是我們的 子孫是我們的 如果去 助長中國的威風 我想對台灣人來說 長生來的時候 是一種很大的挫敗 尤其最近變得很厲害 蔡英文拿了一堆證件 然後大家投給他 六百八十幾萬票 六百八十幾萬票給他 結果他動選之後 證件一條一條的實現 現在人家說他做得很壞 印章你想這個有道理嗎 蔡總統得到民意高度的支持 所以民意也對他有高度的期待 那我們去年底選舉 確實重大挫敗 這個我們也要很謙卑的 檢討我們哪些地方 做得不好 或者不夠好 或者讓人民沒有懂得 我們做的用心 這個我們必須謙卑檢討 然後勇敢的面對 我們沒有做好的地方 趕快把它做得更好 這才是符合 民意啦 因為民主國家 我們是民主國家 對 如果民意展現出來 對執政黨執政政府不滿意 要檢討的就是政府自己 對 所以我想大概可能我們的溝通方式 還是我們的執行方式 沒有得到百姓的認同 所以我在想 院長現在朝這樣去解決問題 我相信啦 慢慢的百姓會知道說 我們還是站在人民的這一邊 我們正在子孫未來這邊 站在台灣土地的這一邊 這一點執政黨政府 絕對是以守護台灣主權 福國立民為自己的責任 對 這個你們剛剛提到的七項指導 剛剛裡面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要提升國境戰力 我們一直被恐嚇 那麼一直被文攻武嚇 那個最重要就是 我們是不是有 這個對他們的威脅 我們是不是有嚇阻的能力 院長 如果我們一點嚇阻的能力都沒有 他就親才跟你講一講 他講的尊勝 所以院長 你認為我們有嚇阻能力嗎 有 有哪一方面的嚇阻能力 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這個民主自由跟今天的繁榮 安定得來很不易 而世界上唯一 說要對台灣不放棄武力的 就是有中國 所以中國離台灣這麼近 對不起 我們為了維護我們的主權 為了維護我們台灣民主自由開放的生活 我們絕對要舉國一致 決心捍衛我們自己的國家 捍衛我們民主自由的生活跟制度 我們有這個決心是最重要 然後我們要做萬全的準備 任何敵國 來換 一定要讓他付出代價 覺得他來換 付不起代價 這樣才沒有人敢輕易犯我 自古以來都是講 為求和平 只有做戰爭的準備 沒有準備戰爭 只有一片歌舞生平 或者自以為敵之不來 那敵必換我 對 所以我想除了決心以外 最重要是我們的國防的力量要向上提升 當然 我看到這個我們的報導 不知道請問院長是不是真的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雄風型力飛彈 其實現在發展到現在可以射到北京 我看到 那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可以到這個南京上海都可以到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赤製了124億做火箭推進的載具 我們的雄風飛彈甚至可以射到北京 所以這兩個飛彈 我相信就可以讓台灣有嚇阻的力量 議長你說這對還是不對 台灣的任何力量都是用來防衛自己 所以我們從不講說 我們有能力打到人家的哪裡 我們不這樣講 我們是說任何人來打台灣 他一定要付出重大的代價 再大的國家 如果要侵犯或者跟再小的國家 我們都會知道 只要這個國家有決心捍衛自己 再強再大的國家 其實侵犯小國弱國都撐不久 對院長你現在講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所有的精力都不是要求戰 對 我們只是備戰 是必戰 我們不是要求戰 只有備戰 只有備戰 才能備戰 對 所以我想 避開的避 躲避的避 我知道躲避的避 避戰 我們就是不去欺負人家 人家真的欺負到我們頭上的時候 我們到忍無可忍的時候 至少還有防衛的力量 對 所以我們說 站海上 站沙灘 站街道 站山上 跟邱吉爾當年講 也是人家打到英國 所以他是在海上防阻 在沙灘上防阻 在街道上防堵 在山上我都還要繼續跟你打 意思就是英國絕不投降 那時候法國已經投降 今天台灣一樣 台灣雖小 任何國家想要欺負台灣 我們從海上防守 從沙灘防守 總算你打到我們的街道 街道防守 總算不行 到山上也防守 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也沒有說 要打到誰的哪裡 不是這樣 我們是講 我們防衛自己 我們要有這個力量而已 對 議長你這個說得很好 大家人家知道 我們絕對不會 我們絕對不是不求戰 但是絕對不會逃避敵人的欺負 來我請教 現在我頭上文功有好 現在民主防護網 民主防護網裡面 我們看到NHK特別報導 說失控的新聞殺人 我想這個東西 對假新聞 或者對這個不妥當的傳播系統 不管是網路媒體 或者現在的傳統媒體 一定我們都要好好去處理 好嗎 對 有辦法嗎 一定 我們現在世界任何國家 尤其是民主開放的國家 常常受困擾 甚至於受傷害 就是假新聞 連美國都這樣 所以台灣更要防堵這種事 我希望院長能夠協調相關單位 一定要徹底執行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知道 這個中國除了武嚇以外 他追上很多文功 那麼今天這個我們很遺憾 就有一個首都市長 他說什麼 他說兩岸交流沒有辦法避免 但是我們不要被中國統戰 我們要去統戰中國 一定對這有什麼跨懷 統戰是中國共產黨的專用名詞 這個我們其實自由民主開放 並沒有要去統戰誰 任何人 但中國之所以當年在內戰的時候 共產黨最後大贏 就是一步一步的 國民黨都招架不住 他就用所謂的統戰民主協商 一步一步要吃掉 所以共產黨當時雖小 國民黨是很大喔 軍隊很多 結果還是被他趕到台灣來 同樣的道理 今年1月2日 習近平主席也說是他要啟動 九二共識台灣方案 就是要追尋統一 要這個進程 進一步他的兩會也已經開始啟動 所謂九二共識台灣方案 也就民主協商鋪天蓋地 要台灣各個階層各個角落 他所謂全面覆蓋 也因為這樣 所以蔡總統昨天 特別召開國安會議 談的就是這種 怎麼環衛台灣 統戰是中國的伎良 我們不會去統戰任何人對不對 對 你剛剛講的意思是這樣 對 那現在好 他們現在怎麼統戰 現在講說要送貓熊 送貓熊給台灣 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在歷史上 中國是從1957年到1982年 送貓熊給全世界各地 結果各個國家 結果我們可以看到 他從1982年以後 就是他送了25年之後 後面連續27年 從來沒有送給別人 但是他有一個規定 是送給誰 他送給台灣香港跟澳門 院長 這怎麼統戰的意義還在裡面 這個根據國際相關的規定 規範 這個是屬於濱臨解種豆腐啦 所以國際公約有相當規範 不過 今天好像另外有消息說 這根本沒這回事 他只是說一說 隨便說一說 連好像重慶那邊 我還沒有確認 所以那邊也火論說 根本沒有這種事 他們也沒有這個打算 那這個也可能就是一種假消息 我們會不會啟動二次年改 這年改會不會再提案改變 因為現在國民黨候選人 通通說要做二次年改 但是他們通通沒有提案 連經改革 連經改革